在這裏我講一下管理情緒 因為處理到情緒是最好的 首先情緒不一定是好的 人人都有情緒的反應 譬如你見到一件事好 你會開心 你見到一件事不對 你會不開心 我們人本身是有情緒的反應 如果一個人沒有情緒的反應 就會變得很呆 很呆 問題是 當一個人有情緒的時候 到底是情緒繼續控制他 還是他能處理到 譬如有一個例子 有一個人欠了錢 他很不開心 其他人欠了他 安慰他 錢都沒有了 不如現在放手 我們有耶穌的 耶穌祝福 幫我們找回 如果我們找不到 都已經不見了 都不能改變了 那時候就需要放手 很多人都會說 都不見了 是不想的 不過又發生了 那就算了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放手 有些事情是我們 不希望發生 但它真的發生了 我們是需要放手 這個放手是其中一個處理方法 其他的處理方法 譬如說 有些人傷害我們 我們就說 這個人 他本身都是容易發怒的 他容易傷害人的 他說話都是傷害人的 他時常都是這樣對人的 就好像 如果有個瘋子 在街上罵人 我們看到他罵人 他又不認識我們 我們就知道他有問題 通常人都會處理 那一下子被罵 可能有些不開心 但是 走了一會 看到他又是繼續罵人 就是他有些問題 我們通常會處理 不要緊 不用放在心上 會不會這樣說 就是說 有些人的問題 我們是需要說 不要緊 不用放在心上 這是他的問題 這也是一個處理方法 有些人沒有處理 有什麼後果呢 譬如有時候 家人罵他 傷害他 他就一輩子都記住 有些丈夫太太 一輩子到臨死都說 對方對我不好 對我不住 什麼不好 一輩子都是這樣 其實是很大的傷害 如果沒有處理情緒 沒有處理內心 那人經常都是 一種不開心的狀態 整個人都活得很苦 所以 我們是要學習管理情緒 就是我們有 是自然反應 有了之後 你不容許他繼續存留 我們就需要去處理 每一種情況是不同的 基本上 我們可以用聖經的觀念 因為聖經觀念教了我們 神會祝福我們 就算有人害我們 神會祝福我們 保守我們 我們就算失去一些東西 神會補回我們 神會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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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诗经118篇》第六节说 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懼怕,人能把我怎样呢? 这句话本身是讲到有神帮我先,这是基础 我必不懼怕,这就是一个反应 讲到这个反应是一个情绪的反应 我本来是懼怕,但我现在不用懼怕了 有耶和华帮助我,我现在不用懼怕了,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样呢?这就是原因,为什么我不用怕 如果神帮我,人可以做些什么呢?人做不到的 于是,这是一个内里的处理方法 凡是令我们不开心的事情,我们就在内里处理 心理学上,他有时用一个字眼叫做self talk 就是自己和自己说话,自己和自己说话可以有正常和不正常的 不正常不健康的,有个人经常都在这里说 哎呀,那些人对我不好啊,有时有些神圣佬 我来韩国见到他在这里,哎呀,那些人害人啊 那些人骗人啊,那些人骗人的钱啊,在船街叫 那些不正常的,他们说这种self talk就不是的 其实诗篇1818篇就是六节就是self talk 那些人帮我,我不用怕了,人能把我这样 那些人可以怎么害我都害不到,因为神保护我 那这是一个自己和自己说话,以致我不用受影响 那这个呢,是其中一个好的方法,当我们有不开心 我们就说,为什么我不开心呢? 那个原因是什么呢?人做了些什么呢?有什么发生呢? 我需要放在心上呢?就算他做了些事情 是不是代表我以后损失呢?我怎么可以处理不给他影响呢? 那这个呢,就是将圣经的观念应用在我里面 就是自己和自己辅导 就是另一个说话的说话,就是自己和自己辅导 那无论是不见钱,被人骂,被人伤害,家庭婚姻有问题 做工,找不到工,这些都是人想的东西 那这个一个呢,就是处理情绪 就是处理了,不要紧要的,我向前走,跟从神呢 神是会祝福的,凡是先求他的国和他仪的人 神一定会祝福的,于是我不用担心 而且神是会帮我们将来生命提升的 比如你说找不到工作,被毅是不会找到工作的 越担心就越找不到,有些人就因为这样 就进入了精神问题的 那我们怎样可以处理呢? 处理的方法第一,就是每天有喜乐 处理所有负面的情绪 每天起床就开心,感谢神 阿里路人,我可以开心的,看到花草雪蜜 很漂亮的,感谢耶稣 感谢神,我有健康的身体 感谢神,有好的食物 感谢神,我的家里人和我一起 感谢天父,有家里住 有耶稣救我,将永生赐给我,又帮我 这个就是数算神的恩怜 每天都起床,数算神的恩怜 又有什么不好都立刻处理 这个就是健康的处理情绪的方法 由一起床就开始是这样 时时有神的喜乐 整天都是这样,又处理负面的思想 人就越来越开心 这个是最好的处理情绪的方法 但往往人不是这样的 人是怎样呢?被人骂完呢? 很少人在几个字的时间 或者一个钟头的时间之内处理好的 周时是延续 有些延续,几日,几个礼拜 几个月,几个月,几年 整天都会说,那人对我不住 他对我不好,他是害人 他是害了我,现在我很惨 有些人会一生一世 整天想起这些不会的 其实是保抑住的 所以圣经也教我们 在忙的背后努力面前 这些不好的事情就放手了 不要记住 化解了,神会给我的 神会祝福我的 神会提升我的生命 现在找工作做 当你越起落 有时需要学习一些职业的技能 学习去面试的能力 学习做工的能力 和人相处的能力 然后你就去找工作 而发觉自己有什么需要学的 又改善 这样的人就慢慢提升 所以有处理内心 和处理实际的困难 比如人的问题 家人问题 处理不需要的影响 然后如何跟他相处 这个又另一样要学 跟他相处 其实是很不同的 每一个人不同 有些人你是要 不要那么被他影响 因为有些人一世都是 整个人不好的 你如何劝他都没有用 因为他已经很萌塞 这样的情况 你想劝他 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那这些人我们就要放手 我们自己如何处理 有些人仍然可以和他谈 但大部分的人 是不喜欢人和他谈 关于他的问题 有些人肯听一部分 有些人是完全不肯听 肯听很多是很少很少的 那我们就决定如何和他相处 能够相处得好 最好的 所以婚姻最好 就是两个人都很爱主 两个人都肯处理 两个人都谦卑 于是有问题 都能够很柔和地说出来 大家都处理得好 那婚姻又好 那关系又好 又处理到问题 这是最健康的 但人往往都不是这样的 所以很多人是活得很辛苦 其实很多婚姻问题 其实不是真的很大事 很多时候是小事 不懂得处理 跟着要整越大的 所以我们要学习 我们首先要了解 我们是有什么情绪问题 我们有什么不开心 那我们不开心 圣经有什么回应 比如圣经讲到 神祝福我们 帮助我们 神帮我们 我们能不能相信呢 比如今天我们祈祷 好大的释放 好大的轻松 好大的释放 好大的轻松 你看到的东西 哇 神这么大的造工 那你就放在记忆里 神是这么真实 神这么大的造工 就是他现在祝福我 以后还会祝福我 就是神爱着我 这个就是正面的 对神的看法 但有些人就这样看 哎呀 今天释放了 不知道明天又怎样 现在又来过了 那这个就是 好了又不去看 就是看不好的 那就是整天都不好 对吧 或者整天都说 我到时都会低层 我到时都会很烦 这些又是不好的 就是我们要分辨 我们内面的说话 是令到我们开心点 因为是烦恼点的 烦恼点的 我们就要处理了 然后我们怎么得力 就是赞美神 不好的怎么处理 就是几样东西 第一就是 处理内心 看事物的方法 有些人呢 通常来说是消极的 总是说 哎呀 还是未释放到的 整天都释放不了的 很久都不行的了 那这个就是 一个消极的想法 积极的想法就是 总有方法 因为神是答应了 一定会做到的 还有今天发生了 已经有释放 第二天会越来越释放 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那这个就是正面的 正面的看法 还有感恩的看法就是说 时时都说 神做这件事真的好 多谢天父 感谢神 心里感激 这些是正面的 埋怨就说 哎呀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释放到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好 这些又会令人 不开心 不反复 所以我们要分辨 我们内心 说话是哪一种 有些人总是说不好的 有些人总是说一些负面的 批评的 总是说自己不行的 这些全部一听到 立即要 奉耶稣明要拒绝 和奉耶稣明宣告 我是被爱的 神爱我 神体重我的 这些来加强我们内心 是正面的情 正面的感情 喜乐 平安 轻松 是可以的 其实不是很难的 有个例子 譬如你很想吃某一样东西 但又没有钱买 然后有个人送给你 很多人都会 他会送些东西给我的 就会很开心 这个就是一个很正面的方法 就是正面 一样东西好 立即感谢神 立即开心 那人就会 有一些好东西 立即感谢神 立即开心 这个就是一个正面的方法 那我们其实 所有发生的事 我们都总有正面 和有些负面 就是你选择什么 咦 感谢神 我今天走的路 感谢神今天有释放 感谢神今天有释放 感谢神今天我今天 为一个人祈祷 他有得释放 那我们就为这些事 欢喜快乐 那人就正面了 每天都是这样 心理就健康了 如果我们发觉 人整天都长期一个忧屈 不开心的状况 我们就问为什么 然后我们怎么可以改善 有一个很重要 不要想着 一处理立即改善 如果不立即改善 立即是不行 不要这样 因为情绪问题 比身体健康的问题 更加严重 身体健康问题 例如发烧 通常几天就医好了 除非那些是很严重的病 或者是 当然有些问题 很长线的 就是癌症那些 很长线 但是很多人的病 就 你会看到它改善 例如吃某些药 做某些东西 做某些东西 真的你会看到它改善 这个是因为可见到的病症 可见到的改善 通常是病 你会知道的 但是情绪不同 因为它是隐形的 你自己里面不开心 你只是觉得异 而已 就不觉得它在 你不会说 我今天有病 你不会这么说 因为你不觉得情绪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它常常潜伏在 它硬是在 它又不走 所以我们要知觉 我们的情绪状况是什么状况 如果我们发现 我们长期在一个不开心的状况 我们一定要处理 找出原因 然后找出处理的方法 用圣经的方法 如果实际如何处理 就是要是个别的情况 然后得力 就常常赞美神 常常早算神的恩典 和常常是正面思想 感恩的思想 積極的思想 这些就会帮助我们 有正面的情绪 情绪是可以选择的 如何选择呢 虽然我们即时有反应 我们会不开心 但你可以选择 如何选择呢 两个例子 有个人很不开心 然后有个人告诉你 你说你很想找一份工作 现在有份工作 那些人听到 立即会开心很多 现在去建功了 好吗 就算他多不开心 他去建功之前 他都会告诉自己 我要开心点 开心点 正面点 即是他不会进去的时候 仍然是这样 建功了 即是他不会这样 他会选择 我现在要开心点 正面点 即是他可以选择 而基督徒有个方法 就是赞给神 感谢神 耶稣在爱我 感谢神 耶稣为我开路 哇 有耶稣为我开路 耶稣会一步步开路 那这个就是选择了 因为基督徒是可以选择 我们的情绪的 我们说感谢神 你这个人就会开心点 数算神的一面会开心点 这样的时候呢 即是我们不用一定一世人不开心 有些人一世都不开心的 未结婚又说 不知道什么时候结婚 结婚又说 哎呀老公老婆不好 有些人 有些人丈夫 妻妻离开 又说哎呀又失去了她 总之有又辛苦 没有又辛苦 没有工作又惨 还有工作又说 有工作又说 哎呀那些人对我不好 被人炒了又不好 总之是有又不好 没有又不好 那这个就是 即是有些人的思想模式 那耶稣不只是帮我们 信耶稣得永生 耶稣是帮我们 今天可以有喜乐 所以圣经说 你们要喜乐 你们要靠主 要靠主喜乐 上上喜乐 那圣经是这样说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选择的 我现在就简单说到 这个处理情绪 那你就日日 即是最好呢 就由现在开始 一路想 感谢神 我可以开心的 感谢神 我可以选择开心的 由现在开始 天天都是这样 多数人都不是这样生活的 多数人就是 坐着听 圣经就坐着听 就是不会很主动 那我们可以学习主动 为什么主动呢 啊 是啊 这样也好啊 我主动去听 那这个就是一个 积极的听道的方式 积极的处理方式 其实处理情绪是要刻意的 就是你不刻意 你不留意 是处理不好的 你由得自然发展 是人是会自然 是会不开心的 就算我都会过 我都会有时 有些事发生 我都会不开心 我是特意处理 将它拿走 我要奉耶稣名 我要在耶稣里面 我是可以起来的 我是特意去处理 那我就发觉自己 无端白事会不开心的 就是洗碗会害怕的 我还记得那时候 试过有一次 就有一个这样的经历 那时候我在外国 在那里侍奉 就是因为有一些人的 很大的压力 那我就回来香港 我十日度假 其实不是度假的 那我回来 其实我很想看看 有没有可能 可以将来回来香港 那我回来 我还记得那时候 在地铁 那在地铁 我现在在香港 很开心 很开心 就是我现在在香港 但是当我一想到 十日之后 我要回去 我立刻的心就沉 就是曾经试过 因为事奉的压力 人的压力 其实我未曾做牧师之前 我事奉神是很开心的 但是做了牧师 人是有很多要求的 而在那时候 未有圣灵的能力 发觉事奉的果效 不是那么强的 现在就很强 现在祈祷一阵 已经松了很多 就是立刻看到改变 当你看到这个改变 会不会觉得 爱主真的很好 会不会 当你经历到 他又会 我也会觉得好 周围的人都会觉得好 所以现在对于事奉 是很正面的 但是当时来说 真的觉得困难 也都是因为 有人的 负面的说话 批评 那我就发觉 自己在那里 做一些普通的东西 洗碗 忽然间里面 会有一种害怕的感觉 走出来 那时候我就处理了 那我怎么处理呢 我就说 我为什么害怕呢 我为什么内疚呢 我就说 因为 有些人说我做得不好 但我说 其实我也很努力 不过可能不达他们的标准 或者他想要求某些事情 我没有做到 他不接流 其实当时我有一个发现 因为我根据圣经 圣经是起源 我们就算给一杯凉水 一个小子 神都说 这人不能不得上资 你做什么 出于爱主的心 神都起源 但人就说 你还是有些未达标 还是未够好 人是很喜欢这样 容易会这样 不是个人 有些人是会这样的 于是 我当时就说 其实神都会喜欢 那我就告诉大家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self talk 就是自己和自己说 其实神喜欢我素的东西 我不用不开心 而后来 尤其我经历四年充月之后 我一期到便起落 但依然那种害怕会出现 那我就说 我可以起落 我可以 其实我都是很努力 神都可以起悦 当我这样说的时候 我就有开心 其实我不用不开心 那我就选择开心 感谢耶稣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 那我心就起落了 然后他又会再 又会迟些 又会再回来 但我总是 尽量整天都是感谢神 哈利路亚 感谢神 整天起落 就发觉 越来越长的时间 起落 那些 懼怕的感觉越来越少 但依然有 但到后来是没有了的 就是 一出现就处理 而且整天都尽量是一个起落的状态 这件事我们个个都可以试一下 到底我们是否整天都在一个起落的状态 平安行状态 因为里面容许一些副面的情绪 存留在 有些什么原因呢 我们有做错 我们认错 如果我们没有做错 我们不用feel bad 不用继续feel bad 亦都不用说 别人这样对我 所以我继续不开心 他对我不好是他的问题 我们不需要继续受影响 这是刻意的处理 可以刻意的处理 有两种的祈祷 是亲近神的祈祷 一个是恩典的祈祷 神在爱我的 神在祝福我的 神在陪我一起的 神在看众我的 一个是回应神 敬拜赞美的 感谢耶稣 哈利多耶 赞美天父 多谢耶稣 由上至下 恩典的祈祷 一个是由下至上 感谢赞美天父 由我们在神那里 每天都是这样 人就会开心 会起落 大家试试 因为有些不开心 立刻处理 告诉自己 我不需要这么不开心 为什么不开心呢 其实我也有方法 有资源 可以提升 神也会帮我 不用不开心 就是跟自己去说 不需要落在这个辛苦的状况 还有一个事情 会有帮助 在敬拜赞美 在宣告成恩典的时候 尽量放松心口 哈利多耶 耶稣爱着我 好松 你试一试 试试 放松心口 哈利多耶 耶稣和我一起 噢 心很松 又可以 我可以起落 可以笑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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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多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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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松心口容易开心 可以试试 赞美神 因为神的同在会带你开心 一路听诗歌 一路跟着唱 哈利多耶 可以跳一下 哈利多耶 一路赞美神 人就会起落 最主要是跟神的关系 神的相交 哈利多耶 那是 哈利多耶 哪有 哈利多耶 甚至是 哈利多耶 哈利多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